我癌症的最多的癌症是主线癌 水荣慈濟仁医会在吉隆坡进诗堂 举办幸福挂癌 健康有爱 癌症预防讲座 要请医学专材讲解 预防癌症除了运动 均衡饮食也是关键 现场也请来饮食治疗师提供健康资讯 我们从天然的蔬菜水果中得到这些抗氧素 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 但是不需要过量的去依赖补助品 我也曾经迷失过 是不是吃白面包 吃白米饭 真的是会对癌有很大的影响 原来并不是 它们不是凶手 真正是我们每个人各体的身体 如果我们身体有了毛病 结合现代与传统医学预防癌症 除了良好饮食与生活形态 保持心灵健康也很重要 每天睁开眼睛就感恩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怀疑是个感恩的事情 处理每一件事情 本身应该就是一个最好的 预防种类的方式 从食物方面 从环境 从心理 生理 种种的会帮忙普通的人 如果还没有做到癌症 会有很大的方法 动静结合 以正确观念及生活习惯预防癌症的发生 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带新闻正上每次公马来西亚吉隆坡综合报导 然后发送往事啊 然后发送往事啊